導演的問題是比較關於文本跟劇本本身 那大家知道這是一部愛情的電影 那想要問導演呢 其實是在小說裡面 透過很多關於戀愛的心情 還有D-pop 女主角的部分 那導演在電影語言裡面 是怎麼詮釋跟怎麼理解 還有怎麼認知這件事情的 那我身為觀眾我已經二度 就是今天是第二度 要看這部電影 那所以我是有我的答案 但是還是很想親口聽導演說說你的想法 謝謝 這是指小說的部分嗎 主要是有去看小說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理解 這個女主角的心情嗎 不是的 是導演自己本身 他在創作這部電影 他本身怎麼樣去 不管自己電影的語言 或是他自己本身的理解 他怎麼樣去詮釋這件事情 嗯 但是有去詮釋 怎麼樣去詮釋小說對不對 呃 跟小說沒有關係 呃 問說小說 對 呃 雖然是從小說開始 但是因為他後來轉成電影的文本嘛 所以 呃 如果導演想要從小說或文本去講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嗯 目前是從小的小這一個細小 四周小說得到那個小誼有明現把 是沒有 從小誼 書嘴 拿到 interessant 先把師 你在 就是《Boyfriend》的内容 在那裡 為何而言 小説をそのまま映画化するのではなく 今回の映画のコンセプトは この小説を書いて そして死んでしまって この世にいない小坂ルカさんという 主人公の人生を映画化しようと思いました なので彼女の人生 だから彼女の この映画を見終わったら もう一度《余命十年》という小説を 見たくなるような こういうループになるように リスペクトを込めて描いたつもりで なので恋愛の部分というのは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すごい小坂家という 原作の人たちの ご遺族の皆さんに取材をしたりとか 自分たちで創作した部分 というものと小説に出てくる数と というのをミックスした というような思いです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说 现在台湾有没有 这个《余命十年》这本小説 是不是有出版 那如果大家有去看 这本小説的话 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本小説的一半以上 都是在讲和人 就是这个男主角的一些事情 他的比较多是 跟这个和人的一些 爱情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那其实呢 这次导演的并没有想说 要直接像如实的就是拍摄小说的一个样貌 而是呢 因为他这个作家是小板刘迦小姐呢 因为他是曾经有实际上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所以他是希望说 但是他是可以以小板刘迦他去在写这个故事 他有点像虚实交交交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呢 以他的这个角度 就是他去写这个 他这个女主角在写这个故事 但是呢 其实他已经 生命已经快要流逝掉了 然后还有呢 加上就是小板家族 他们家族自己的一些调查 自己的一些侧面的 一些提供的资料 然后去完成这部电影的 所以是希望说 大家去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 也可以去 呃 想要去看小说 那看完小说之后呢 可能会再想要再看一次电影 这样去认为一个很好的情况 好的 非常谢谢导演 非常谢谢粉丝们的踊跃 那我们在活动最后最后 我们来一张